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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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昨晚,我記得一時睡 五點,四點半 我還抽筋,抽了一小時 昨晚,我又沒有睡過 三小時就睡了 我們要去還房卡 然後就等出發 今天我們的行程在和靖縣出發 會經過九谷十三灣的獨庫公路 來到這個拿拉提的風景區 距離是220公里 車程是要三至四個小時 很冷 這裡很冷 我想這裡只是一度左右 我們今早在山頂 一直開車下來 真是九曲十三灣 平時在電視機,YouTube那些 看得多了 這次真是自己親身經歷 一路在車上坐 好像是過山車一樣 原本覺得自己的旅遊車 可能坐幾十人 已經很重 但原來在大貨車旁邊 就變得很輕盈 每一段路都需要爬頭 因為不爬不行 如果不爬的話,就要一直跟著它 很慢地下降 我覺得司機真是厲害 要給我一個讚 這裏很漂亮 很漂亮 但這裏真的很冷 我駕著機器 臉部便會震 手便會震 沿途全都是大貨車 旅遊車大貨車 私家車又不太見 所以路爛得很厲害 好,差不多出發了 好,我們要上車了 上去吧 最近經過休息站 我們去完廁所便繼續上路 坐了四個多小時 我又不太覺四個小時 還可以 因為已經坐都習慣了 來到這裏 那拉提景區 我們這次看空中大草原 進去要坐的觀光巴士 沒錯 完全沒有理想究竟是甚麼 看看空中怎樣坐好 剛才途經風景很漂亮 有牛,有羊,有馬 原來我們之前兩天 都是在南疆的地方 今天去到北疆的地方 是完全不同的風景 溫和一些,溫和一些 溫和一些,溫和一些 很多樹、草和綠色的 是的 這個遊客中心很漂亮 對 整個大商場大摩 這個景區就要換他的旅遊車 我們收拾好裝備便上路了 我們現在坐了這個觀光巴士 上來這個 終於到了空中草原 那拉提 那邊的雪山,你看多漂亮 這裡捉了一條木的樓梯 一直走上去最高的觀景堂 然後從另一個方向就可以落白去 看外面的雪山 對 這裡做得很奇麗 很奇麗 很漂亮 有九寨的奇麗 不過也十年後 很新鮮 這空氣很清新 對 跟你說這裡是 中國無可信 你看 前面 一層山 一層雲 雪山是綿綿起伏 你是看不到盡頭的 很漂亮 對 一直往前走 一定要上到高峰 那拉提是新疆乃至中國 最美的草原之一 因為它平均海拔也有1600 所以它又叫做空中草原 每年六月至九月 是最佳的旅遊季節 現在是六月初 草地已經生得很漂亮 而且它還分了幾個不同的景區 規劃了不同的旅遊路線 喜歡拍照的朋友 在這裡多留幾天也不會悶 現在玩完這個景點了 趕著要下一個景點 對 我要上旅遊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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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去坐馬車 現在去坐馬車 剛才唱歌的抗音器實在太大聲了 她的車隊都挺龐大 很多車 再見 現在天氣很好 其實她們的生活也很悠閒 很悠閒 看上去就很悠閒 除了我們香港人才這麼淒涼之外 其實一來到這裏 你都覺得不像在國內 這裏真的不像國內 真的 而且很多人都不像 對 因為是清真 因為 她們好像很隱閒 我看到那條街 小朋友在馬路中心的石頭 我看到 你看到嗎 我看不到 我看到那條石頭 很乾淨 建宗不是很漂亮 但很乾淨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間文宅 這間文宅有些來頭 拿了好幾個獎 包括了美麗庭園 平安家庭 最美家庭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邊是生活區 夏天在這邊生活 冬天在這邊生活 這邊是種植區 他們很重視種植 除了霞進來參觀 左手邊這些這麼精緻的木箱 就是他們的姑娘出嫁的時候用的 這樣就有點像我們中國人的習俗 現在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地毯 之前導遊說它是有很高效的防潮作用的 旁邊那裡見到一些被鋪 原來它們都是躺在地下的 快知道得需要防潮吧 主人在這裡還放了一張他們的家庭相片 看得出他們對這間這麼漂亮的大宅 都感覺到很自豪 旁邊高了這裏就是匯客室 冬天它就坐在這裏跟客人吹下水 下一個來就買樓 哇 六零何干啊 山崗好寶寂啊 你們就可以多多拍一下照 這個藍色和綠色配得特別好看 請問你藍色有沒有意思 因為看見很多房子都有藍色 這個藍色是大海和天空的顏色 當地區民喜歡用藍色來装飾自己的房子 就是因為新疆離大海比較遠 所以大家都是渴望向往 向往 向往 伊尼南以稱為伊尼南 向往 你看看最好進去的房子 裡面是否很有家具感覺 是呀 它放了食物在這裏 是模型食物 模型食物 是模型食物 是 模型食物 放了十幾二十個菜 平常圍著一家人或現客時 吃麵條 很可愛 麵條 好像很高級 是不是很滿足 今晚這間東北菜 喜出網外 除了一間餐廳挺漂亮之外 有12個菜 一個湯那麼多 哇 咕嚕肉很好吃 有很多味道很好吃 上完又來 上完又來 我們最怕不夠位置放 不斷忙碌的 把三個菜再倒入一碟 這樣才能擺放全部 唯一就是沒有羊肉蒜 吃剩很多 真是不好意思 怕他們覺得做得不好吃 今天好像是最好吃的 希望明天後日越來越好吃 這裏的夜市和我們的一二線城市 一樣熱鬧 你看看那些小炭糖 放到整條街都是 原來他和我們一樣喜歡吃宵夜 又讀今晚的room tour 今晚 check in 了這間叫做進感酒店 其實下面見到很漂亮很摩登 上來沒有下面那麼好 其實是傳統酒店 舊式的 那些顏色都夠了 現在咖啡色都很流行 都起碼十年了 地氈這些都起碼十年了 但驚喜的地方就是廁所 廁所做了新裝修 廁所已經是新的了 那些磚呀用料都 磚呀鏡呀 有這個的 新的 還有這個浴室也是新裝修 真是挺漂亮的 都不差 然後進入房間 都算地方都大 兩張大床 又是有書桌 有梳化仔 似乎國內的酒店 都standard有這個書桌 和梳化仔 一定要有書桌 是的 這個景就是望對面那間 對面有間藝術酒店 但現在開閘燈也拍不到 下一集我們會向灰屯市出發 去遊覽一個叫做大西洋的 最後一滴眼淚的地方 那那裏會是怎樣的呢 那大家記住留意啦